今天是9月7日 是我们到普吉岛上岸旅游的日子 现在我们将乘坐长尾船 环游潘崖湾 这是我们今天在普吉岛旅游行程的第一个项目 潘崖湾隶属于泰国南部的潘崖府 这个浮面积约有4710平方公里 接临安达曼海 西南方为普吉 属于泰国南方马来半岛的一部分 是一片有许多石灰岩山脉的干燥土地 全区大部分为森林 在这里可以见到红树林生态 红树林是 亚热带及亚热带沿海潮尖带泥宁地之植物 名称源自于一种红树壳植物 这种树的木材 树干 枝条 花朵都是红色的 因其红色特指固称之 红树林生态只存在于无污染的环境下 沿途可见到 丰富的潮尖泻生态 听说 在这里只要你多留意 红树林里偶然会出现野生猴群 在树林里玩耍嬉闹呢 2002年8月14日 潘崖湾国家公园宣布 潘崖湾湿地区 做到国际生态保育的 湿地公约所保护 潘崖湾是一处拥有42个小岛的浅湾 包括潜水海域和潮尖带森林湿地 在潘崖湾可见到28种红树林 和海草床及珊瑚礁 至少有88种鸟类 82种鱼类 18种爬虫类 和3种两树类 和17种哺乳类动物 包括鱼羹 百掌长壁猿 江豚和宾威动物列林 考古发现此 曾有多种不同生活文化 包括捕鱼生活 尼泊棕驴的茅屋 亦有一千年多历史的的壁画 如今亦开放观光客欣赏 这些考古文化和历史 以及红树林景观 与潜藏在潘崖湾中的奇岩 中辱石洞的美景 纷纷呈现在世人眼前 另来到这里的我们 不得不赞叹 此地真为人间仙境 潘崖湾的岛群 为石灰岩地质 在潘崖湾可见石灰岩洞 也是考古学研究的地点 传说 一万年前 我的海平面较低 可用步行的方式 人可以来往普及和甲米 潘崖湾 潘崖湾 翻译戈贝 位于普及岛之东北方不远 被誉为是普及风景区最美丽的地方 湾内散布住大小岛屿 怪石海洞 不计其数 都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天成佳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潘崖湾的达浦 靠塔普 是潘崖湾国家公园的知名岛屿之一 它是因为1974年上映的 詹姆士庞德电影《金枪人》 曾在此拍摄而闻名 因此 达浦岛又有 007岛詹姆士庞德岛之称 在此之后的1997年的詹姆士庞德电影《明日帝国》一选再次拍摄 潘崖湾中的达浦岛及丁子的意思 达浦岛没有海岸线 它直接突出于海面上 顶部平而宽 鸡部较窄 看起来非常像耸立在海中的巨大 钉子 百分之间 遍 很多エクス的 沙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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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